我聽過就是福片達要被UVER1拚勾 有 我有看到新聞 我覺得蠻好笑的 怎麼突然就被拚勾 還是沒錢了嗎 朋友之前有做那個福片達 後來他換去UVER1 他就說 UVER1隊員工比較好一點 砍新之後就覺得大家都開始跑了 之前有砍一波 鬧到沸沸的 就是有上新聞 那時候一開始我跑的時候是60塊 然後現在變40塊 所以大家都想跑 本來就出滿充的 都是30幾% 我反而願不要去做他 我靠他的話我反而還是不行 因為其實都給平台抽走 知名外送平台UVER1 於14日拋出震撼彈 宣布以簽署協議 將併購福片達台灣外送事業 雖然併購案 仍需待主管機關審核 但若是通過 則代表未來台灣外送平台 將會一家獨大 未來外送員 商家 和消費者的權益 都可能受到不小影響 對此記者也上街 聽聽看民眾們的看法 兩個都有 福片達跟UVER其實都蠻多的 那你最近知道他們要合併嗎 有有有有聽說 大家會擔心嗎 其實後來因為聽到人家有說 獨大不一定這麼的好 我覺得印象不大 因為我本來就比較少叫 我也沒有說辦什麼會員都沒有 有聽說福片達要被UVER1併購 有 我有看到新聞 我覺得蠻好笑的 怎麼突然就被併購 還是沒錢了吧 那你覺得他被併購 對你們原本在使用福片達 真的會有影響嗎 我覺得應該不會吧 其實我有用UVER1點個 就是見面感覺能點的東西更多 他選擇好像選項更多 所以我覺得就是應該不會印象太大 大概一個禮拜兩三次吧 那你有比較偏好哪一家外送品牌 UVER1 為什麼 因為UVER1的品質比較穩定一點 外送員 外送員 對 那現在聽說 UVER1要把那個福片達合併了之後 你的想法是怎樣 我覺得蠻好的呀 感覺UVER1比較有 對員工比較好吧 朋友之前有做那個福片達 然後後來他換去UVER1 他就說UVER1的隊員工比較好一點 大家都想要離開了 喊心之後就覺得大家都開始跑了 那時候一開始我跑的時候是60塊 然後現在變40塊 所以大家都想跑 之前有砍一波 鬧到沸沸揚 就是有喪心的 好像有遊行之類的 然後他才改回來 喔 他實在是POTOCALL啊 所以現在大家也不太想顧問 對啊 那他不會擔心說 一家獨大的問題 一家獨大喔 應該也是會吧 就是畢竟他沒有競爭對手 然後不知道他這樣之後 品質會不會就是變差 像有的人就會覺得 一家獨大的話 他可能就可以掌控這個市場 然後可以去隨意壓榨消費者之類的 但是呢 你從整合的另一個方面來看的話 整合也就說明他的 可能組成成分 比如說他的物業 那些外送員之類的 也可以更統一 從另一個方面來講 這也是個好處 理論上來說應該是還好 因為如果說真的 講難聽點那個錢少到一個程度 我們也可以自己 架一個外送品牌 不是嗎 他一家獨大 只是一個暫時的狀況 他不會永遠一家獨大 所謂兵無常事 水無常行 任何東西都一定會有 他的生命週期 講難聽點 外送員遲早要被淘汰 之後就用無人 運機送餐了不是嗎 我是覺得 Uber的體制是比熊貓好一點 所以他們合併之後 你反而是比較開心的嗎 也沒有開不開心 就順其吃完 不然你也不能改變什麼 可是你不會擔心說 譬如說他可能就會 裁測掉部分的 原本的富豪代表 或者是說你們的 薪水會壓低 因為像一家獨大 那就是靠政府把關 也沒辦法 那你會不會擔心 不會 跟我無關 有得送就好了 改變是一定會 那不必擔心 一定有其他的出路 我後面會選擇跑熊貓 是因為UberE的價錢太低了 可是這樣又被UberE併過去 你不擔心就變回比較低的價錢 那就是用時間換金錢 而對於兩大外送平台 合併後的市場不大問題 店家則是這麼說 我聽說那個 就是最近那個外送平台要合併了 好像有 有 那你會不會擔心說 就是合併之後 你們可能店家 會不會抽成抽得更兇 不會 不會 為什麼 就是大家都一樣 商店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覺得大家都一樣就還好 都是公平的 對啊 都是公平進場 就沒有差 對 都是固定的 會擔心說他一家獨大之後 抽成抽更兇對不對 會啊 因為我們就沒有一家的空間 現階段的抽成 你覺得還可以接受嗎 快要不能接受了 35其實很多 那如果再漲的話 你還會繼續用 可能就不會 可能就會主攻現場的客人 不然做的話也是做辛酸的 做給外送平台這樣 應該對很多店家來說 是會有影響 但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 我沒有說我要靠他 所以我覺得我是還好 我還是會靠現場的客人為主 我反而寧願不要去做他 只是在尼封的時候 加減做一點而已 我靠他的話 我反而還是虧錢 因為其實都給平台抽走的 本來就抽滿兇的啊 都是三十幾塊啊 一百塊他就抽了三十幾塊去了 我自己剩六十幾塊 我的成本什麼都不夠啊 而且現在你看什麼都漲下 你會不會量文化 像你更屬sstczenia